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书恒一里容等人商量后 决定开办一个书社 集书店 一方面赚取经费 一方面宣传马列主义 毛泽东很有经营之道 他们没有资金 采取集资的办法 在办书店前 他先在湖南大公报 发表了文化书社缘起提示 进行造势 对外宣告办书店的目的是 湖南人陷在脑子饥荒 实在过于肚子饥荒 青年人尤其嗷嗷待不 文化书社却以最迅速 最简便的方法 介绍各种最新书报杂志 以通青年及全体 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湖南人尤其是青年 需要去读书 文化书社就是为此而创办 然后 他才拿着大公报的启示 到处进行筹资 很快从文教界 新文界 工商界一些知名人士处 筹集了四百多元大洋 为此 杨开辉把父亲杨昌继去世时 留给母亲的电影费 也拿出来支援毛泽东 毛泽东的前女友陶逸 家境很好 父亲是湘潭当地有名的富豪 也掏出了一笔钱资助毛泽东 有了资金 8月2日 毛泽东在长沙处一小学 找开发起人会议 何书恒 彭广 易立荣 陶逸 阳开会等17人参加 会上 大家推选毛泽东 彭广 易立荣为筹备员 20日 他们租用了长沙朝东街 56号香养医院学校 埔奴 当然 听起来